住宅区化身为昂密墨隔离中心 足以容纳2500位COVID-19患者 当中也包含了28位漂泊寺庙确诊的比丘尼 口罩电池一次补齐 此际伸援手刻不容患 为隔离中心医护送难行动不仅止于此 手写卡片再加上营养补给品消毒剂 禁私语等15样物资 慈禁团队打包装箱 装进满满感恩心 送爱到前生 表现慈禁人传递新意向医护致敬 带来新闻缅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